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个谎言 孩子们 但它是真的 因为给我讲 这个故事的爷爷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总是安慰我说 这一定是真的 我的孩子 这一定是真的 我的孩子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讲了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那是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早晨 正是桥迈开花的时候 太阳从天上 天空中冉冉升起 晨风和煦地吹拂着麦茶 云雀在空中歌唱 蜜蜂在桥迈从中嗡嗡作响 人们穿着星期天 最漂亮的衣服去教堂 所有的动物都很高兴 斯文盖尔也很高兴 刺猬却站在门边 张开双臂 享受着清晨的威风 慢慢地自言自语地 哼着小曲儿 就在他这样 半自言自语地 唱着歌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趁着妻子 在给孩子们洗衣服 晾衣服的时候 他不妨到田野里走一走 看看他的萝卜 长得怎么样了 事实上 萝卜就在他家旁边 他和他的家人 都习惯吃萝卜 因此他把萝卜 当成了自己家的萝卜 说时迟 那时快 斯文关上身后的房门 走上了通往田野的小路 他离家还没多远 正准备绕过田野外的杀鸡丛 到萝卜地里去 这时他发现野兔也出门去了 他也是为了同样的事情 就是去看他的白菜 斯文看到野兔后 友好的向他道了早安 但野兔是个高贵的绅士 傲慢地可怕 他没有回斯文的问候 而是装出一副非常亲密的样子 对斯文说 你怎么这么早就跑到田野里来了 斯文说 我在散步 散步 野兔笑着说 在我看来 你应该把你的腿 用在更好的地方 这个回答让斯文非常生气 因为他什么都能忍受 唯独不能忍受 别人攻击他的腿 就因为他的腿天生就是弯的 于是 斯文对野兔说 你似乎认为 你的腿比我的腿能干得多 我就是这么想的 兔子说 斯文说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敢打赌 如果我们再跑 我会超过你 这太荒唐了 你的腿太短了 野兔说 不过我愿意 如果你有这么大的兴趣的话 我们赌什么 一个金鹿翼和一瓶白蓝地 斯文说 成交 野兔说 握手言和 然后就可以马上脱手了 不 斯文说 不用这么着急 我还在进食 先回家吃点早饭 半个小时后 我就会回到这里 斯文就这样走了 野兔对此非常满意 在路上 斯文心想 野兔仗着自己腿长 但我一定要想办法打败他 他也许是个伟人 但他是个非常愚蠢的家伙 他应该为他所说的话 付出代价 刺猬回到家 对妻子说 老婆 快穿衣服 你得跟我去田里 妻子说 那是怎么回事 我和野兔打了个赌 赌注是一个金鹿翼 和一瓶白蓝地 我要和他赛跑 你必须在场 天哪 丈夫 妻子喊道 你是不是疯了 是什么 让你想和野兔赛跑 别说了 女人 刺猬说 那是我的事 不要开始讨论男人的事情 走吧 穿好衣服 跟我来 刺猬的妻子 能怎么办呢 不管他愿不愿意 他都不得不服从他 于是 当他们一起上路后 刺猬对妻子说 现在注意 听我说的话 听着 我要把长长的田野 变成我们的赛场 野兔在一条沟里跑 我在另一条沟里跑 我们从头开始跑 现在你要做的 就是把自己放在下面的梨沟里 当野兔跑到你另一边的梨沟尽头时 你要大声对他说 我已经到了 然后 他们来到田野 刺猬让妻子看了看自己的位置 然后走上田野 当他走到山顶时 野兔已经在那里了 野兔说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当然 刺猬说 那就两个人同时出发说着 两个人就各自钻进了自己的沟里 野兔数着 一 二 三 出发 然后像一阵旋风一样 冲向田野 刺猬却只跑了三步 就在梨沟里弯下腰 静静地待在那里 当野兔兴高采烈地来到田野的下端时 刺猬的妻子迎了上来 喊道 我已经到了 野兔吓了一跳 不仅有些纳闷 他以为是刺猬自己在叫他 因为刺猬的妻子 长得和他丈夫一模一样 野兔心想 这样做不公平 于是喊道 必须再跑一次 让我们再跑一次 他又一次像暴风雨中的狂风一样飞走了 就像要飞起来一样 刺猬的妻子 却安静地待在原地 当野兔到达田顶时 刺猬对他喊道 我已经到了野兔 却怒气冲冲地喊道 一定要再跑一次 我们一定要再吃一次好吧 刺猬回答到就我而言 你想跑多少次 我们就跑多少次 于是野兔又跑了73次 刺猬每次都和他对峙着 每次野兔跑到山顶或山脚时 刺猬或他的妻子都会说 我已经到了 然而在第74次时 野兔再也爬不到尽头了 在田野中央 他倒在了地上 鲜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 他当场就死了 刺猬拿着迎来的路易金 和一瓶白蓝地 把妻子从梨沟里叫出来 两个人兴高采烈地一起回家了 就这样 刺猬让野兔和他一起在 布克斯特胡德草原上赛跑 直到野兔死去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野兔 喜欢和布克斯特胡德 刺猬赛跑了 不过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 第一 无论多么伟大的人 都不应该嘲笑 任何比他低的人 哪怕他只是一只刺猬 其次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当一个人结婚时 他应该娶一个与他地位相当的妻子 妻子的长相 应该与他本人的长相一样 所以 不管谁是刺猬 都要确保他的妻子也是刺猬 诸如此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